1975年,北影、长影、上影、新影等各大电影制片厂几乎同时接到当时文化部下达了一个任务 要拍摄一批由老艺人演出的传统剧物,并要求按原始面貌记录 当时,各场在接到任务后都十分重视 不仅大量使用了当时极为昂贵的进口电影胶卷 还纷纷选派了富有经验的导演及设置人员参与 在接下来的1976年这短短的一年当中 各场陆续完成50余部戏曲电影纪录片的设置 剧种涉及金、坤以及多种地方戏 剧目也十分丰富 不仅是包括了一些以前比较常见的剧目 连一些冷门戏也榜上有名 然而,这批花费了大量精力物力的电影作品 居然绝大多数都未正式发行 广大观众其实并未正式在电影院看到这些影片 然而,在金剧界乃至整个文化界 对这批电影所具有的潜在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 君十分看重 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76年初 文革已进入后期 这时 全国的文艺舞台上 青衣色上演的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革命样板戏 在中国大地上流行了几百年的传统戏曲 作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代表 被赶下了舞台 所有的样板戏都被拍成电影 是广大革命群众最为常见的文化娱乐样式 几乎所有的节目都停了 那么这个 传统戏当然是一点都不能播了 那么戏曲呢 它也只有那几个样板戏 这八雷五红色娘子军 后来又钢琴伴唱红灯的白毛女 就这么几个事 除此以外 还有一点 宫东兵文艺 那个量很小 那么这有一个就是女路哥 有了这个 哪天毛主席说什么话了 当时就叫做最高最新 最新最高指示 就是唱 当然也有一些并不是新的 也唱 因为这个金剧院 它就能唱 用金剧来普及唱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而我们自己这往往是又是可笑的 被语录歌 文革前遍布全国的金剧院团 无一不再学习演出样板戏 众多名造一时的金剧演员 有些在样板戏中担任着大小不同的角色 正天频繁奔走各地忙于演出 拍龙江颂 龙江颂电影已经拍完了 然后已经上映了 后来又接到拍神椅子 拍神椅子 神椅子嘛 这出戏 从六六年到 到那个 七六年吧 已经十年了 现在 这就演现代戏嘛 而另一些 则有着不同的命运 我在 打幻灯 打字幕 他们演出完了 我给他们洗水衣子 靠边站 十年没唱戏 从六四年开始 演现代戏 我也演很多 跟高盛林演过杰正国 跟高盛林和郭玉坤俩 都演过七戏白虎团 那个时候不叫样板戏的 那时候 六四年 就现代剧会演的时候 我演过江姐 演过什么红霞 演过好多好多现代戏呢 我还跟郭玉坤 杨俊平演过 红色娘子军 那时候都是六四年 开始以后演过不少 现代戏 但是我传统戏还是演 不是完全演 现代戏 那时候也不叫样板戏 对 批判文艺黑线呢 帝王将相才子家人 打那以后就 我们就靠边站了 1976年2月初 刚从北京拍完彩色影片 海港回到上海的 上海京剧团海港剧组党支部书记 剧组组长齐英才 忽然接到通知 要去北京开会 整个电影拍得很顺畅 也领导上看了 领导上看了呢 也比较满意 所以完成任务 让我们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 这就是75年底了 那么一回到上海之后呢 那么地方呢 原来这个剧组都在东平路了 现在呢 现在呢 由于三个剧组都在上海了 于是稍有调整 把海港剧组这个人员 安排在剧络路 过去的作家协会这个地方 他们当时工作停止了 我们在那儿办公排戏演出 后来这个做协会要恢复工作了 于是我们又搬到分阳路 这个海关专科学校 就是音乐学院顿门 我们在那儿 又在那里 因为海关没有恢复工作 我们在那个地方 又是排戏演出 二月份 1976年的二月份 你有一天 这个日子我记不太清楚 但是我记得 就是二月份的时候 突然文化学的负责人 孟波东春 到 吴家来了 孟波的话 让齐英才有些摸不着头脑 在经历了文革多次动荡以后 齐英才下意识地 对每一个突发事件 都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而孟波的回答 则让他更是大吃一惊 我说你说清楚 这是什么重要的事 他到北京就知道了 他宣而不漏 弄得我这句话 跑个问笔了 我说你不说清楚 我不能糊里糊涂地 跟你去 他凑了凑我跟进 咱们要搞传统戏了 哎呦 这一听 我的脑子轰一下 就像扎克雷一样 为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 就是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我搞得我够头疼的了 我为这个 我被靠边 被打倒 被什么 说我这个派那个派 把我劳动 而是强制的劳动 就像专政 被专政的对象 你说我这个时候 又要搞这个传统戏 我说这不是文艺回潮 伏笔倒退了吗 我说这个我可不干 这个要这么弄下去 我这政治生命就完了 我说我不去 然而孟波接下来的回答 使得齐英才稍稍宽了心 他看到我这么顶真的话 最高领导要看 他特别强调 最高领导要看 我心里头 中央的最高领导 你不说明白 我也能猜个几成 但是我又不能确定 我想他不会跟我说谎 这件事 要排传东西 要说最高领导 我想你这个不会欺骗我 你这一定是真心话 所以我这点点都好 我同意 那么这样 他看我同意了吗 就把飞机票给我留下 交代咱们明天在机场见 就这样 第二天 齐英才怀着坠坠不安的心情 和孟波一起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在飞机上 孟波给齐英才透露了一个信息 使得齐英才最终放下了悬着的心 到第二天 我赶到飞机场 和孟波同志 平排坐在一块 他前后左右的看一看 在我耳朵旁边说 这是毛主席要看 你放心好了 这样一点 我这可安心吃了碗 定心碗 专门录传统戏 当大家都猜在干什么呢 就想得很可能是 毛主席他养病 他要看 想到这个 但是呢 没有人说 上面就是说要继承传统 要保留文化遗产 不要对外说 谁都不许说 我们也就悄悄的底下说 毛主席只是在抢救遗产 有这个狂才能去的 因为我知道 毛主席是很喜欢戏曲的 他各个到各地都看戏曲 尤其到上海 一定要看京剧 而京剧呢 就上海经纪院和上海戏校 说他每次到上海来开会 或者巡视 都要在警察比他演出 说他演出呢 我都看到这个老人家呀 他不仅是爱看 爱拼 而且他还能哼几句来 尤其对高派 是他很欣赏 剪刃 尽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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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汉飞轮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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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 看他 既已 会好 华人 于是 中情乐笑 歌 鹿之和我 听歌的喵 朝中 吃了 见 吵 吵 唱 起天字 吓 呀 吹 了 中情 吊 我 变 作 来 啊 逃 没出 金子 把我 换 我 召 银 风 吵 我 召 梦 西游 吵 我 吵 吵 无有重量 车熬着走 恢复传统戏的命令来自最高领导的消息 是长期处于样板戏创作演出第一线的奇音才 对于此行的前景有了比较乐观的看法 然而他不知道被禁锢多年的京剧传统戏 早在两年前就已悄然复苏 契机是当年松山芭蕾舞团的访华演出 松山芭蕾舞团是日本著名的芭蕾舞演出团体 自1958年开始多次保问中国 在中日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次莱华演出与以往不同的是 演员中还有一位歌舞伎演员 歌舞系的主演是50多岁的老演员 江青他们审查节目就看他们戏 接在这边 他们带队的团长非常自豪 我看着我们这个艺术家 我们歌舞伎主演是50多岁的老演员了 你看你们这个大陆 看中国的艺术家最多不过三四十 当时江青就说了 我们也有 而且他们提出来了 要看什么呢 要看中国的传统戏 我来的时候就管看你们现代性 你能不能给我们看看你们的传统戏 江青说行啊 我不但让你看我们的传统戏 而且我们这个演传统戏主演也50多岁了 江青所指的这个50多岁的京剧演员 就是当时还在天津河北帮子剧团担任艺术指导的 武生演员张世林 就把我父亲调到天津河北帮子剧团 一直待到七二年底 我记得是刚过完元旦的 我父亲突然接通知 马上到天津群团报道 我父亲说 怎么又把我调回京剧团了 因为我父亲是从天津群团调到建华剧团 再调到西校 再调到包装团 这又回京剧团 当时就龚宣队 73年时候就进入了 龚宣队队长叫郝秀明 我父亲报道说 开了一个简短的会 也不叫欢迎会 那时候没有欢迎会 张世林调到天津群团工作 工作的同时马上接受特征任务 到北京演团统系 哇 全天大会 一说啊 大会都经了那73年呢 现在马上成立这个去北京演出的小组 负责人就是咱们已故的民华中国民族文化聪明会会长 谢国祥 他那时候是天津市军事团的副团长 他带队来促成这个事 中央双长说 要张二林几出戏 调查 无聊 庭山 恶务村 那时候恶务村啊 还有斯拉叹谷是绝对禁言的戏 因为他们江青说这个恶务村啊 是宣传汉奸的戏 但是他这回点的就是戏 让我父亲在不到一个月之地赶紧恢复这些戏 啊呀 一人杀三冠 俺后再杀那往恩服役的皇 一人杀 啊 什么人 俺就是往恩服役的皇 天洞 我说天津的 你是不是不信心啊 在长期的禁锢之后 猛然间要恢复困难可想而知 虽然作为一项中央交代的政治任务 在天津得到了不折不扣的知性 但从服装到道具乃至配演等等 都克服了重重困难 那时候我父亲要唱戏 小年轻都不行啊 小年轻只能说打着翻的 得需要过去我父亲那些老搭档都回来 但是那些老搭档呢 有的就下武器干校了 有的就转业了 全找回来 最关键一个 就是困难的就是 我父亲服装都没了 你想文化大命 这旧的那个四旧的东西全烧了 但是唯独天津精力团的服装 没动 为什么呢 因为天津精力团团是中国大戏院 他这个箱啊都搁在五楼了 他那一层楼很高很高的 那时候没电梯 那胡伟兵小将要想抄四旧烧这些东西 得从五楼往下搬 他们先费事就没动这些箱 所以这箱就保留下来了 但是我父亲本人的服装都没了 后来我父亲上靴子一样一只 一大一小一高一矮 那这凑换没有啊 大枪都没有 靠啊也是找观众靠 我父亲的东西都没了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这都凑齐了之后 就说这些演员有的也恢复不起来的 好嘞我父亲呢还练了 还穿着厚点 有的老艺术家呢 他在武器干校干了好几年活了 回来让他念那个上运的 他都念不出来了 有的吓他他不敢念 一听说 那个 前面 那个大刀旗一带 军中之民的这个老先生 死活不敢念 他怕再犯错 虽然要给外国演出团体表演传统戏 可是对内的规定 却仍然是邮报琵琶 不许稍有公开 那时候就宣布几条劲 一个就是 不许外传 其实我父亲一去 就全文一介都知道 那个嘴船啊 比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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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媒体什么还厉害 第二 不许带人看 看戏不行 外团的也不行 甚至就同一个团的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老爷的戏没你 你也不许看戏 就在这样严格的控制下 张世霖等组成的剧组 进行了恢复性的练功 和艰苦的彩排 就这样我父亲就在73年的2月1号 招待松山 日本的松山芭蕾舞剧团 演了一场 剧组什么呢 其实呢这是两天戏 头天戏呢 我就说73年的2月1号呢 就是打虎 下来之后 是钱浩良 刘昌瑜老师 还有高尔倩老师的 胡能记续家史一折 大咒是挑花车的挑车一折 2月5号 又唱了一场 就是现在的吴公良 当我们这样垫的是 沙家帮 谭寿老师和万英英的 军委一水群那个 大咒的是 厄务村的 左边起 戏曲界有句话叫 全部离手 取不离口 多年未演传统戏 演员们也难免紧张失措 当时演出那天 也是天使军团也蛮紧张的 因为没执行过这样的任务 而且是传统戏 最有意思就是 演老虎那个演员 叫吴文顺 他穿上老虎的衣裳之后 他那个因为嘴是眼睛 从嘴里往外看 他看不见了 土头低的 他把话筒给撞撞撞撞撞 可能现在就是 咱爸爸可能看见 而且撞我父亲一下 你看出来 一个人 古臣 赞你打浮沈 铺鱼做过 芬 esfuer 蛮帆处乱穿搭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片段 就是当时演出时拍摄的实况影片 张士林的演出获得了成功 那么在那样一个时代 张士林是怎样进入当时当权者的视线 而成为传统系复苏的第一人的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